高雄男子分決的員警 在進行交通取締過程當中 發現有駕駛沒有系上安全帶 而且酒駕 因此要求這名男子來接受盤查 想不到男子假意配合 趁機踩油門加速來投意 沿途闖紅燈還逆向行駛 不過當時呢 一名被稱作金牌辣媽的女警 騎車來猛追 逼得這駕駛最後乖乖就膽 而由於他拒絕酒冊 因此遭到警方一共開除四張罰單 最高可能被開罰24萬多元 安全帶耶 小貨車駕駛被發現沒系安全帶 居然不理會女警 直接踩油門加速逃逸 沿路逆向又闖紅燈 不顧其他人安全 女警騎車在後頭猛追 駕駛眼看就要被追上 竟當場跳車往空地狂奔 女警窮追不捨 將她撲倒在地 這名37歲的夜姓男子 之前就因為酒駕被抓過 擔心累犯要被關 遇到遠景盤查才會落跑 但最後還是不敵這位曾拿過警政署 全國柔道冠軍的金牌辣媽女警 只能乖乖被逮 這名男子酒駕聚策先吃上一張18萬的罰單 加上無罩駕駛還有危險駕駛加一加 恐怕得被罰24萬6千元 警方告知聚檢規定後 夜男人堅持聚策 依規定告發取締 並一致保管其車輛 在鋼山一名男子 有多次酒駕紀錄再度被攔檢 耍小聰明 故意伸舌投降 迎槍酒測結果 但哪那麼輕易得逞 仍以酒測超標被聳敗 金牌女子渾身酒氣 迄今鳳山五甲二路被警方發現 要求酒測 但她竟然連吹了快要十字才成功 深深考驗遠景的耐心 酒駕害人害己 千萬不要心存僥倖 執法犯法 記者陳立國 蘇一廷高雄報導